新闻刘米佳王文竹台北采访报道 好 最近现场我们来看一下 在南投的台湾灯会呢 刚刚也举行了点灯仪式 那么现场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方平文来告诉大家 平文 好的 专重这个2014的台湾灯会 现在正在举行开灯典礼 由着副总统吴敦义 还有行政院长江一化 以及的交通部长叶匡时 还有南投县的代理县长陈志青 一起来带领台下所有观众朋友们 把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主灯 龙之藤要点亮 带你来感受一下现场气氛 7 6 5 4 3 2 1 开灯 音乐成天祝 好 你可以看到今年的主灯 就是龙之藤要 它的总高度高达了23公尺 相当于七八层楼高 是有时以来这个主灯最高的一个哟 那么其实包括这主灯还有超过20万颗以上的LED的灯泡 那副总统这吴敦义呢 稍早甚至用16个字来代表马总统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来听他怎么说 我用16个字来表达我一方面也代表马总统对于台湾灯会开灯典礼的重大的祝福 这16个字是元宵灯会 有情台湾 因为有情的情是情人节 有情台湾 龙居藤要 百叶振兴 祝福大家健康 好 今年的主灯真的是非常的高大 那么其实呢还包括了现场还释放了6分钟的烟火秀 因为今年元宵节刚好碰上了情人节 所以现场还有坐上这个爱你仪式的主灯区 让这元宵节气氛还增添了不少浪漫气息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绑时间还给台北棚内